3D打印岩石摄影大家应该都见过不少 不过光固化3D打印的岩石摄影还是不太常见 南极熊获悉 国外大神Uncle Jesse就分享了自己的光固化岩石摄影解决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原理也非常的简单和巧妙 你不需要复杂的程序设置 仅需要一条带有紫外光传感器的单反快门连接线 这是南极熊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这个方案最早是在去年3月份 由Rizen Labs真门为光固化岩石摄影开发的快门线 当时仅支持佳能单反相机 而现在起推出了兼容尼康相机的快门线版本 让更多人可以简单方便地制作自己的3D打印光固化岩石摄影视频 这个方案到底有多简单呢 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光固化3D打印机都可以兼容 你只需将快门线传感器端插入设备光机附近 就可以感应每层固化光照 而实现快门的启动 据悉Resin Labs后续还会推出兼容索尼单反 以及手机相机版本的快门线 这真是一个相当实用的配件啊 而且20-25刀的价格玩家们应该也可以接受吧 南极熊感谢你的观看 记得点赞关注哦